這張嘴要不然你怎麼看到 哈囉大家好 我是Daphne 我是花樣鬧的包包設計師 我人目前在深圳 然後我不會說我自己是包包的權威或是專業 我大概就只比一般的消費者再多知道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踏入什麼樣的產業 它是永無止盡的 就是好比說雖然說包包它算是一個成長比較慢的產業 但是它有這麼多的品牌 然後每個品牌有不一樣的工藝不一樣的設計 包括說現在有比較新興的材料 那都是可能我們沒有辦法就是完全學習完的 高跑拓這支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同時我是站在一個消費者還有包包設計師跟品牌方的立場 分享一些我的觀點 當然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下面跟我做一些交流 如何定義它是一個好的包包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標準答案 它反而是讓我們去思考怎麼樣的包包對你來說是一個好的包包 有些人可能就喜歡它的設計或者是它使用的材質的手感 或者是說這個品牌它的歷史它想要傳遞的訊息跟它帶給你的價值 如果說今天它不是一個原創的包包 它可能是經過複製或者是說它做過改良的款式 但它還是保留了本來包包的樣貌還有它的功能 甚至可能去優化它本來的一些缺點 那這樣子的包包它就不算是一個好的包包嗎 像我在某個品牌當設計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款式就是有很多盜版 那它的價錢當然在後面就少了一個零 其中有一個盜版它就特別在那個袋子的口上面做一條拉鍊 那這其實我們也不是沒有想到說在它的袋口上面加一條拉鍊 而是說因為它的袋型本身是橢圓的 所以如果你加一個拉鍊它就會有點破壞掉它本身袋子的那種就是美觀 然後在這邊我要說明一下就是關於商品的一些需求在台灣跟中國大陸兩邊的不太一樣 那就好比如說這個拉鍊的包包 因為在台灣我們會比較多會使用長甲 所以你會更希望包包是比較安全不會被別人爬走 所以多半大家會考慮到就是有蓋子啊或者是有拉鍊的包包 但是在大陸這邊就是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人 都還是以捷運為它的主要交通工具 所以在每一次進捷運的時候他們都要過安檢 就是要掃描他們的隨身包包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你沒有拉鍊的話 就很容易會在掃描機器裡面包包就會倒下來 然後東西就會灑得到處都是 這也算是我在設計商品的時候會比較考慮到的 連規正傳其實我是非常就是不認同盜版的行為 因為就是過程中的努力就是在一切之間就被別人直接抄襲走 那我相信沒有人會希望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那為什麼盜版包包會比正牌包便宜這麼多 因為它就是看準了你對奢侈品這種的品牌認同 還有心裡的優越感 所以當你買了一個盜版包 它當然一定要保證它是神式它的原版包 而且又不會讓你有就是過多心裡上的壓力 說我可能因為為了買這顆包我要花 我要存多少錢才可以買得到 我必須說我是一個完全沒有奢侈品的人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太貴 然後第二點就是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包包 我是真的很深入跟很投入的在了解這個產業 所以我從來都不會用價錢來衡量一個商品的價值 然後很多人就會很好奇說 那如果今天你是有很高的收入跟可以毫無負擔的承擔奢侈品的話 你會購買嗎 我只能說奢侈品一直都不是在我的一個人生清單裡面 我覺得如果我有能力的話 我第一件事情我還是會想把資金就是投入到品牌 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的話我可能就會放更多的預算到我的生活開銷 然後第三點就是旅行 對旅行很重要 而且說實在的我覺得我會更願意去支持小眾品牌 像現在市面上就有很多不管是設計或是公益都不輸給大家品牌 所以真的我們要學會去欣賞和肯定大家的成果 不過有一些品牌的印象會讓消費者覺得就是貴的就是好的 名牌的品質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絕對會比沒有名的好 那這個就是品牌迷思 這個讓我想到我去年去了一趟工廠在交流期間 我得知說某一個很知名的品牌 他們就是透過壓低出廠價的方式來磨取更高的利潤 然後我在那之後其實做了幾天的噩夢 就你很難說我心裡的壓力 品牌的初衷就是想要做出有品質設計 然後又可以讓消費者承擔的商品 然後這也是我一直在傳遞的訊息就是 希望透過耐用耐看的商品 然後融入到你的生活之中 買的就是要一直用不要放 所以今天的結尾就是 不管這個包包它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它都是經過工人或是工匠 然後辦自動純手工 日以繼夜才完成的 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資源 就是一起喜悟愛地球好嗎 好啦今天廢話就到這邊了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